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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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第一点 先看美元 特别给美元日线 美金差不多每次月头都涨 8月头第一个交易是跌的 8月2日是做低落 但之后就涨了 我称为涨两个星期 大家记得 但实际上价格就抽了两棍就算了 再看7月头 又是有些反弹 反弹比一个星期更少 再看6月头也是 5月头也是 4月头也是 3月头也是 2月头更加是 即是美金每次月头的星期都涨 上星期五才是9月 但今星期才是正式进入完整的9月份 但今天有美国假期 所以 我想告诉大家 从走势上去看 第一点 似乎美元要升 大家要知道 我是用价格去理解市场行为 可能 在大家听到的消息 你不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你觉得美元应该跌 例如避险资产会升 但事实上 现在 你见到美元 已经跌完了 因为上星期五 跌过一棍 因为是失入率 所以你见到美元 其实已经 不过 还有一个 因为 上星期的DL91.7 创了这两年的新低 其实也叫做完成了任务 我要强调 我其实 建议大家 我觉得美元会升的原因 是因为 它已经跌了 它应该跌的部分 也因为它跌了 所以才感觉在这些位置 可以向上升 不代表它转强 希望大家明白 如果这样的话 你应该可以继续看欧元结 而且在星期五 亦有个单日转向 当然 有人要强调 其实在数据方面 现在好像唯一一个经济数据 可以令市 出现一个新的方向 就是失业率 你不要管失业率是告诉你 是好了还是坏了 但起码你从失业率去看 似乎都是一个单日转向的情况 即是说 现在看到的欧元 似乎 做1.18 齐头 但今天 似乎有机会给大家 两边都做到 但我觉得 会先升后跌 如果从欧元的短线小时逃走 会是这样 日元 日元要想想 因为两边都可以 而且你发现价格亦显示了这个情况 星期五那天 最低下跌到 1950左右 但亦抽过 1030多 但今天 可能对日元都会两边发 大家要注意 但现在又是叫做 无铃两可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也是做了单日转向 澳洲指做了双顶 可以试固澳洲指 加指穿了地露 似乎今天的美元 有很多条件会转变 而我很有信心 今天去到欧洲中段 可能会有另外一番行情出现 记得贴着我们SkyFi的Facebook专页 与我们的YouTube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